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墨鏡的帥氣Johnny為我們介紹 首先是我們的RGB記憶體 我們的RGB記憶體是從2666開始起跳 然後一直到4133 然後KIT是做雙通道KIT的販售包裝 然後從每個KIT都是16G 那最主要是這個RGB的同步燈效呢 是可以跟技嘉、華碩、華晴、微星 這四大板廠的主板軟體進行控制 那如果用戶自己所謂的主機板 沒有燈效控制軟體的話 也沒有關係 可以下載我們的博地自己的軟體 進行燈效控制 然後接下來是這顆我們的Thunderbolt外接式硬碟 Thunderbolt外接式硬碟這顆產品名稱叫Evolver 那Evolver的話呢 目前有512G跟ETB 它已經在台灣的PC用商品都可以買得到 那這個產品呢 主要是針對我們的影音創作者 像Enterbox的這些影音創作大大們 所使用 因為剪接4K影片 它需要非常高的讀跟寫的速度 那這一顆的話呢 裡面裝的是PCIe的SSD 所以我們現場其實也可以 就跑一個速度來給各位看看它的傳輸速度 目前的話我們是放PCIe Gen3x2的SSD 速度上的話預設是可以到1600MBps 那1000MBps的寫入 各位可以看一下螢幕它其實現在跑出來 第一個數字是讀取 讀取是1599跟我們官方標稱的1600 其實是非常接近 那有一些誤差其實這個不所謂 那等一下可以看到寫入部分應該可以跑到1000或1000多一點 然後呢這台機器呢 是採用我們的PCIe Gen3x4的VPN100 這顆PCIeSSD當作主軸 這顆SSD目前上個月開始在台灣地區販售 那容量的部分它有256G、512G、1TB、2TB這四個型號 那最快的讀寫速度呢 可以達到3450MBps 然後寫入的話是3000MBps iOps的話可以到700K 非常適合所有的就是新系列的主機板 只要有PCIe Gen3x4的NVMe M.2都可以使用 那目前呢我們還有一顆新品 是今年才發表的P200系列SATA的SSD SATASSD也許對各位來講不是什麼太新鮮的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發表的這顆是 藉由比較新的主控跟新的氛圍 然後去搭配新的Name Flash 容量可以到2TB 預計是Computex過後就會在台灣的通路上面正式販售 那目前這一台的Memory跟SSD部分的配置是這樣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鍵盤滑鼠跟耳機 電競周邊的新品發表 鍵盤部分是這一支我們的旗艦級鍵盤叫V770 它採用的是凱滑紅軸的設定 那基本上既然名為旗艦級 所以我們給它很多很多的特色規格 包括就是109件的全功能可程式化的鍵盤設定 然後呢它上面也有一些就是針對遊戲玩家們 一些比較貼心設計 像這個這個這個應該叫置物架吧 手機置物架或平板置物架 也就是說當你習慣性拿出你的手機或平板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邊當時鐘一樣的東西架在這邊 然後呢它有一個USB的一個pass-through的一個孔位 這個孔位就是說可以從主機板上面接電 接USB過來 然後透過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你的充電線擺在這邊 它也support USB 3.1的高速充電 所以可以直接拿來充手機沒有問題 另外這個是它的磁吸式的護碗 或者叫萬托 那這個萬托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是RGB的 目前市面上大概就只有我們在做這個東西 對 那紅軸的手感呢 跟各位講一下大概就是 不太像輕軸那麼暴力 它回饋的速度比較短一點 行程比較短一點 但是它的聲音比較溫柔一點 比較適合就是不喜歡太吵的人 那接下來它還有飛縮功能 音量飛縮功能 然後多媒體播放鍵 硬體可程式化控制燈效 這些旗艦級的設備 那這支是我們今年發表的滑鼠 它也是預計Computex之後會鋪到各大通路去 這支滑鼠叫V551 是屬於我們中階型的滑鼠 那它是採用Pixar的控制器 它可以硬體的話可以到5000DPI 透過軟體的話可以到10000DPI 那一樣RGB RGB全RGB設定 然後它有123456789 9個鍵可以做程式化設定 那採用的是OMERON的Switch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講 OMERON的Switch 基本上可以承受10萬次以上的按壓 那線材的話採用編織線材 然後接著是我們今年才發表的 這個叫Roll Out RGB的超大尺寸滑鼠電 那這個超大尺寸滑鼠電的話呢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可以通過軟體來控制它的燈效 那這個燈效除了可以同步之外 還有一個特殊功能就是做音量擷取 那音量擷取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實現在背景有在播放一些我們的影片 那它有帶一些音效出來的時候 它這邊就會跟著跳動 算是比較吸睛的一個設備 好現在看到這邊它的剛剛的效能已經跑完了 所以它可以到1000MB的寫入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Thunderbolt的裝置 還有一支 這支是我們也是今年才發表的這支叫V380的耳機 這支電競耳機是我們旗艦級的耳機 差大規格 所以戴起來是非常舒服 最主要的是 耳罩本身就具備了主動抗噪功能 就是外面的音效都會被隔絕 只要你戴上去的話幾乎都聽不到外面的雜音 另外這個是可拆卸式的 ENC主動式抗噪的麥克風 也具有360度指向性 然後當然RGB的燈效部分 也可以透過按鈕來進行程式化設定 最主要的是它的主喇叭的size 是50mm的單位 那我們之前都是40mm的單位 那有些客人他覺得說他想要聽舞曲 或者是遊戲中的爆炸音不夠震撼 所以50mm這個如蓬磁鐵的部分 算是目前最大體積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台系統的新品介紹 各位好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介紹我們其他的產品類別 我們有做比較高速的隨身碟 市場上面現在很多家都在做隨身碟 不過這一款比較高速的稱為 Rage Elite 還有我們的 Viper Fam 讀寫速度的話 讀取速度都可以到400MBps 然後容量的話從128G到1TB都有 另外這一顆叫Trinity 是一個三合一的隨身碟 比較特別一點 它支援Type-C Type-A Micro-B 那三種的介面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插在手機上 也可以隨時插在電腦上去轉換資料 這邊的話是我們的SD卡 SD卡的部分有我們的EP系列 它是符合4K V30 A1的規格 那4K V30 A1的話 它容量可以從128G到512G 比較大的 適合做影音編輯的朋友們 另外這個LS系列 它是V10跟A1 它支援的是1080 FHD跟A1的規格 那還有這個LS系列就比較入門一點 就是FHD V10規格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想再介紹一下我們的記憶體產品 我們的記憶體產品部分 除了剛剛介紹過的RGB以外呢 我們還有其他不是RGB的系列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朋友 其實對RGB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那不喜歡RGB沒有關係 我們有Design比較 時尚一點的叫Viper Steel 那Viper Steel同時它的 最高速度也可以到4400MHz 那它一樣是做 16GB kit的包裝 它可以從3000一直到4400MHz 另外這個是我們的Viper Steel收定 那收定這個產品呢 我們的目標客人是 現在新世代的Intel跟AMD 兩種筆電的客人 它可以從2400、2600一直到3000 那目前都是單支包販售 因為現在新的筆電只有提供 大部分都是單支 升級空間 另外這個叫Viper 4 Blackout 這也是Computex才發表的新產品 它目標就是DDR4 3000跟3200 單支跟KIT包裝的 8GB跟16GB包裝 另外這個產品叫Signature Premium Signature Premium是我們比較入門的產品 它是從2400、2666 完全符合JDEC規格 但是具有散熱片 然後非常入門合理的價格 以上就是我們這邊的靜態展示新品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SATA SSD跟PCIe SSD的部分 首先是SATA的SSD 各位都知道SATA SSD 其實在市面上已經非常的久了 其實我們也只剩下兩個型號 這個型號叫BURST 是我們目前的主力SATA SSD 不過因為它的主控跟分位的關係 它只有support到960GB最大 所以如果說要更大的話 就是我們今年發布的新的P200系列 P200系列從256G到2TB 然後是讀寫速度大概都可以維持在530到460 iOps的話也有基本上也有9萬到8萬左右的實力 其實是非常適合各位日常的電腦的存儲使用 當作開機點也非常適合 接下來是我們的PCIe SSD的部分 首先是來看到這個上個月發表的VPN100系列 VPN100是我們Gen3 by 4的一個新的Solution 那最高速度呢可以到3450MBps 3000MBps寫入 iOps可以到700K 然後呢 Warranty的話是三年保固 然後容量是從256G到2TB 那這一顆呢是我們的VPR100 RGB的M.2 SSD 它基本上跟VPN100採用同樣的硬體規格 也就是都是PCIe Gen3 by 4 但是容量部分只有到1TB 因為有加了燈條跟燈效控制的IC 所以容量其實空間不是那麼夠 那它也帶有散熱片 這兩款都帶有散熱片 非常適合就是桌上型電腦使用 而不是筆電型 我們當然今年也有新的筆記型電腦的PCIe Gen3 by 4的計畫 原則上我們還是會設計一個新的導熱型的散熱片 但是厚度非常的薄 所以可以放入就是新款的筆電裡面去 這個目前大概預計可能到年底之後才會比較有一個明朗的消息 因為我們現在在測試各種不同的材質的導熱係數 那是需要這些時間 RGB 的部分我們預計大概是9月到10月 我們會上市 它也一樣具備了自己的軟體可以控制 那同時也可以藉由主機板 四大架的主機板 我們目前還在合作中去做燈效控制 讀寫速度的話可能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因為RGB 的燈效在同步的時候其實是蠻吃訊號 蠻吃背景訊號的 會影響到讀寫速度 那接下來這一款是叫Scorch 那Scorch的話是PCIe Gen 3x2的一個Solution 基本上可以從128G到512G 那它算是發表了一段時間 不過它是非常平價的一個好選擇 那以上就是我們PCIe的SSD部分介紹 接下來我們再看到我們另外一台的展示機器 這台展示機器呢主要就是展示了我們的 RGB SSD MVMV SSD 那剛剛有各位介紹一下靜態展示 那動態展示部分我們要介紹什麼 我們要介紹我們的 我們先完成的自我控制的軟體部分 這個軟體呢可以同時控制我們的RGB DRAM 那也可以同時控制我們的SSD 燈效的部分呢我們會預計提供8組燈效 然後有5個區域 5個發光區域可以調整 那非常簡單就是 按一下Apply 它就可以直接 馬上現場就可以直接啟動 那這個功能最主要就是 提供給主板沒有具備RGB燈效的朋友們使用 我們現在的話呢我們還在跟4家版廠做調整的動作 這個可能會比較慢一點 不過產品呢可能預計先跟我們的軟體一起發布 大概在9月中左右 所以敬請期待囉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博第2019Computex的全部新品 那謝謝各位 也謝謝Enterbox的採訪 請問一下